造成高雄非常多的路数倒塌 也大大的影响了交通 现在国军也投入救灾了 是全体总动员 不管是徒手折断树枝 还是电锯和大型机具支援 轻运车马上被装满 但动作不敢停 国军一千多人协助高雄灾后复原 市府从上到下没有人闲着 市长陈其迈指示 以风力直接的影响 可能数十年来 高雄最严重的一次 在今天要完成主要道路的抢通 在三天内 我们希望可以恢复我们的市容 随处可见树干枝叶 掉落招牌及碎裂玻璃 就连学校内也有大片铁皮 从六层楼高掉下来 困难重重 高雄必须扳酒兵 在今的总统跟卓永泰院长 都有特别致电关心 那总共我们跟中央有请求协助的 部分是90组 那也要非常感谢 包括台中 桃园 新北 跟台北市 的这个救灾的人力 能够来协助高雄 四日把握太阳落面救灾 但续放台风架也引起质疑 国民党发言人李明璇 惊呼高雄又放假了 还说一共六天假 都快赶上中国的十一连假 复杂的情绪难以形容 今天 来做一个困难的决定 就是希望说能够确保 不管是交通 这个住家 以及校园的这个重建的工作 我想现在是 重建家园的时刻 严重风灾 让港督满目疮痍 现阶段只有情心 才能共度难关 继续连听郭音婷 在高雄的财宝报道 好 好 好